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年挣了十来万吧 借我兄弟五万 买了这个东西 当时他要三十万 这个人说他说哪一件都卖 就这一件他不卖 他说是官邀的东西 可当时你为什么一定要买它呢 当时人家都说玩古董能发大财的 对吧 咱农村到城里 到那大都市里也没什么见识 咱也没这方面的经验 谁跟你说的玩古董一定会发大财啊 我有一个老乡 他有一个东西挺值钱的 我看我这个东西跟他那差不多 关键是你的眼力好不好 你之前懂不懂 我不懂 我没这方面经验 当时那天喝了点酒嘛 几个人去转 完了年底了 说买点东西回家是吧 结果撞上了 撞上了 哎呀 撞上了一冲动 二十万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是不是 一年的积蓄 第二年挣得又还人家了 现在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想让专家帮你看一下 看一下吧 如果他是真的那也无所谓 他如果是假的的话 这是一个好的教材 可以让天上人都看到 这东西咱以后都不要买了 此处应有掌声 谢谢大家 谢谢你啊 我特别支持你的这种心态 鼓励你 来 加油 好 秀老师你好 如果我不是坐在这儿 做专家 是你一个亲人的话 你知道我会干什么 不知道 扒唧给你一个大耳光 说句实在话 你知道你所讲的 包括跟来鉴定海选的人啊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贪 能尽量不玩这些东西的 你最好别玩 像你有这种贪的心理的话 你玩这个 你有多少 扔多少 而且呢 刚才你讲的时候啊 我一听就觉得有点悬 为什么呀 你是喝了酒买的 看上来你的酒不错 但是实际上呢 头脑已经晕了 而且卖你的那个人呢 说不定啊 就是有意识的 或者是你周围 都有他的同胆 下了个套 你那二十万 是你的血汗钱啊 我告诉你 在这种状态下 买东西 一百个 甚至得有 一百零一个啊 让人给晕 不但赚不到钱 还要赔鞋本 你这个东西啊 不用秒杀 就是瞄一眼 撞 就知道了 我在电视上 讲过这个底的款 官字款啊 有吗 在职系上 很多 定谣的 要周谣的 都有官字款 客的官字款啊 根本不像这个 有类似这种 官字的宝盖头啊 画得像个 长寿梅一样的官字 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这件东西啊 一定是假的 现代的房屏